好多的花友喜欢养锈球 大部分有的花花已经开过了 不知道花后怎么养护 其实花后的一个养护极其的简单 就是适当的做一个修剪 如果说这个花一旦上市了观赏价值 咱们就直接了当的 过河拆桥 泄沫杀驴 那就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 你更加利于它长这种小心叶子 你看在这叶叶里面长出来小心叶子 这种叶片越多 它可以从空气当中 稍微进行一些光河作用 让它可以长得更大 让它根系长得更发达 这个时候您也可以换盆 带着花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换土换盆什么的 它开完花了之后 您放心折腾 它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较强了 因为毕竟不带孩子来这花 您要了解 咱们在选盆的时候 你按照灌符来 一般灌符有多大 你换个直径有多大的花盆 就完全可以了 绣球花 像咱们这一份绣球花 你要种个十加轮的大大的花盆 估计明年也就长得那么大了 还长得比较快的 修剪的时候 大家您就可以看我这个有参作的话 您可以剪掉这种很老的叶片 没有生命活力了 而且这边也没有一个饱满的压点 咱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从这边下剪到 直接剪掉 下面有很多的小叶片可以长起来 咱们稍微再给它扶正一下 让它长得更棒 那修剪的时候 都是按照这种原则 加油 打工人 那如果说大家还掌握不住从哪里剪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仔细的说一下 就是你看到下面有小叶片的上方开始剪 像这个呢 它下面是没有芽点的 就这个就不要了 上面的叶片也是老的 就不要了 没有什么生命和活力 有的话我问剪下来能不能牵扎 基本上是不能牵扎 因为太老了 那这样呢 就算是一个修剪完了 修剪完之后呢 咱们要适当的给它补一波肥料 我推荐大家的话呢 就是用一些个花多多一号就可以了 让它均衡的去发育 如果说还有这种带小花包呢 您就可以用一些花多多二号 让它开的更快一些 让它赶紧去加扎它的一个能量 锈球怎么修剪 好多话有老是问我 之前呢跟大家说过这个 简单的花后的一个修剪 有的话问我 老的这条怎么修剪啊 是吧 我今天呢 跟大家好好地讲一下 那么咱们为什么修剪呢 修剪主要是第一个呢 就是为了促进它一个 长更好的一个形态 让它长得更加的饱满和圆润 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牵插 牵插的时候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尽量地选择比较那种鲜嫩的一个字条 那样的话它存活率会比较高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这个具体的一个牵插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 那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有几个点呢 就是说你注意它下面是否有饱满的牙点 如果说有饱满的牙点呢 你就放心的剪 它憋不死 如果说没有牙点的话 你如果说像这一根 咱们直接给它剪了 剪掉之后呢 它下面没有牙点 很容易就给它憋死了 如果有的话问我怎么修剪 你就看下面是否有牙点 只要有牙点 你就放心剪 记住这句话 那咱们这样修剪完之后呢 它会长很多的一个侧牙 您可以看到 它里面全部是牙点 它可以很爆炸 这个时候大家修剪完之后呢 一定要给它加一波肥料 让它长得更快一些 修剪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咱们要给它加一波营养了 这样的话 它会长得更好 我呢 就是花了多优质克里空思维 直接撒到图里面 一百天一回 该浇水的时候呢 一个礼拜左右一次呢 咱们用一些花多多兑水浇 就完全OK 没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绣球的 一个修剪法则了 其实呢 很简单 绣球怎么剪 你就记住一句话 只要有牙点 你就放心剪 就是牙点以上 你就放心剪呗 它反正会支撑 那为什么这么剪呢 可以不这么剪吗 可以啊 你要开完花以后 咱们正常来说 你就把枝条 开花的那一根枝条 下面的一堆叶片 你就剪掉就可以了 它下面也会生 而且这种叶子啊 是吧 也会有光合作用 也会让它长根 你像咱们这么修剪 主要是为什么 让它的根系 长得更大 让它来下一回枝条 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预判性 让它长得更好 所以说咱们可以这么修剪 不是说你必须要这么修剪的 而且这么修剪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这样修剪完之后 它再长出来 两个月左右 那种新的一个枝条 你用来牵插 活性非常的高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的根系 也会长得更快 像现在咱们修剪完之后呢 我就没有换盆 也可以换一个五加轮的盆 你看今年就可以长到 五加轮满满的一盆根系 明年的时候 你也按这么操作 明年就可以换个十加轮的 有个三年的时间 它长了一个一米半的大花球 它不香吗 对不对 一边关于 觉得一个修剪 非常的简单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吗 记得点赞 玩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